很多消费者都知道一种模式 叫做会议营销的模式 就是开会养组织中老年人 这种模式保健品的会议营销模式 一定会成为未来继续严打的对象 那为什么要严打他呢 第一件事情是虚假宣传 那他的产品明明是食品SC的 然后保健品非得当药卖 那不严打你严打谁 不仅严打你总部 现在有很多很多化物人员也被逮进去了 为啥呀 说我不知道我不懂法 那你卖不卖东西 你像不像消费者说一些虚假的东西 你看我好不好容易 我就打个工吧 挣点工资也把我逮进去了 你说多惨呀 现在很多很多的互销公司 抓这个讲师 电话销售人员 现场的组织者 公司平台领导人 在上周的话 南京毛鼎事件 大家都可能都知道吧 抓进去多数人呀 所以大家一定要什么小心 一定要什么远离虚假宣传 这个也适用于微商的和直销的 很多很多直销和微商的 你们都小心点 全民举报啊 这个很可怕的呀 那第二个什么 就涉及到诈骗 涉及到传销 为什么说会应销 也涉及到一个传销呢 你看他的模式啊 很多很多会销公司啊 他大面积来招什么 招培训讲师 然后呢 培训讲师的话呢 保底工资很低 但是高额的提升 5% 10% 这样的流水提升 然后招代理商 代理商呢 压货啊 压10万20万 但是这个货的话呢 不放到代理商手里 那跟代理商是这样说的 说你先放个20万 放个50万 或者放着更多的钱啊 然后呢 你就在当地组织人就行了 你把这个中老年人组织下来 我这个讲师带着货 去给你讲钱 你看这个过程 讲师带着货 去给代理商去讲钱 那么这个代理商啊 比如说一级代理商 是不是要发展二级 二级是要发展三级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什么 他要让下发展 才能赚更多的钱吗 那么当这个讲师 去到现场 帮助他做招商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就多级了 这是不是涉及到一个传销 而且这个模式当中 你这个产品成本还很低 然后呢 价格拉的虚高 你中间这个利润 然后存在虚假 然后收益上又存在虚夸 等等等等的承诺 是不是诈骗 你看这是一条线的 虚假宣传的背后 就是诈骗 诈骗的背后就是什么呢 就是涉及到一个传销 这个南京啊 毛顶的这个企业 就是因为这一个模式 而产生了问题 那么在这个模式下啊 我们值得深思呢 就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 我们的员工 如果你想打工 找企业 你尽量不要做这些什么 会销类的讲师啊 然后电话销售人员啊 卖一些保健品啊 美妆类的产品 你卖的时候 你也得分辨出它是什么号 是装字号还是sc食品号 你装字号sc食品号 你就不能说功能 你比如说化妆笔啊 去班的啊 去黑血丝啊 红血丝的完了 你这个就属于违法了 这就是虚假宣传了 虚假宣传的定性啊 其实对于你们每个人啊 都什么的 都很紧密的 打个比方 说你做人家电话销售人员 你一个月的流水 没有达到三万 人家能给你开工资吗 是不是啊 所以呢 基本上百分之百都达到三万 那达到三万的这个额度就够了呀 就够你喝一壶的了 那个培训讲师就是的了 你培训讲师你想要提成 你一场会不给人销个三万五万的 五万十万的 你那叫讲师吗 好了 这一场会就够你进去了 就够你待几年的了 你想那些平台能够拿几千万啊 然后的话呢 做一些工作 你说那些就业者 他得罪谁了呢 是不是 一下子就完了 钱没赚到人进去了 还有那些微伤的一些人 你说些宝妈 你刚生完孩子 你不赚钱 可以 但你别折腾家呀 你这一下子你进去了 孩子咋办呀 是吧 所以呢 就这个事情啊 在后了下半年 会越来有什么呢 越频繁的 大家通过南京啊 这件事情 通过这个会销 打击这件事情 一定要什么 引申出很多很多的风险 我们现在要保命啊 不能够做一些有风险的事情 然后呢 再想一想如何赚钱 赚钱的道 其实很多的啊 大家非得什么 堵到那一个暴力上那个招数 事实上没有暴力了啊 都是什么 都是高风险 然后所谓的暴力都是虚假虚夸和虚胖 我是红客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营销相关的事情 针对于会销保健品啊 然后微商啊 直销电商这些 虚假啊 然后诈骗 传销啊 这些误区啊 大家一定要回避啊 有什么事情也可以跟我交流啊 谢谢